这回我倒是没迟到 这发布会怎么说取消就取消了 那走吧 今天不是爱蒂尔珠宝稳钻新品设计发布吗 怎么取消了 我从他们公司的人那打听了一下 说是乔可明自己取消的 他说不想发布了 什么原因呢也都不知道 我可是听说这个海灵要出国了呀 这都是最后一次给那个乔可明站台了 说取消就取消 我就准备做一次特别采访了 这乔大设计师也太有个性了 你别不高兴啊 不高兴我也得说 我要是你啊 早就答应乔可明了 那你答应去啊 你在这儿啊 我去看看有没有什么内幕消息 嗯 算了啊 去拿过来 我还没有 我可以看看他 我看你不喜欢的那种吧 是啊 你要是那种 我现在带着她 我已经给你吃了 咱们要吃了 我因为你想要吃了 你带着我去吃了 什么 你不用吃了 我没吃了 什么 你看我吃了 你不要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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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看过他 我看你都算是老爸 我自己看过他 这下 容你心意了吧 谢谢你最后同意我 取消这场发布会 以你的个性 就算我不同意 也改变不了什么 与其我一个人在那尴尬 还不如让你一个人 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你了解我吗 以前我觉得我了解你 现在 我觉得你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任性 我是真的不想把这个作品 发布给所有人 更不想当成商品取外 在我心里 他只属于一个人 蒋梦言 可宁安 我们是朋友 在今天这场发布会之前 我们还是合作关系 我知道 你需要灵感 与激情寄托 作品才能有灵魂 但是你是设计师 不是艺术家 你还是需要市场的好吗 谢谢你一直为我考虑 谢谢你一直为我考虑 你放心 之前答应你兑现的那些股份 我会尽快安排的 保证让你出国之后 衣食无忧 你知道我从来不在意这些的 你知道我最遗憾的是什么吗 今天本来是我最后一次为你战胎 对你来说 这个最后一次完全没有意义 反而是因为你要走 而临时取消的发布会 会让人永远接着 代言模特的离开 新品发布会为他临时取消 这种噱头更适合你 你总是比我想得更远 你总是比我想得更远 这也是我能为你做的 最后一件事了吧 你和他 会有结果吗 谁知道呢 这次出去 我会放下工作 好好读书 也会自己到处走一走 说不定遇到一个喜欢的人 就嫁了 祝你如愿 你 可是我的生活中 就再也没有你了 保重 为什么突然取消发布会 为什么突然取消发布会 因为我 忽然不想发布这个新品了 这是稳算 心有所属 以爱之名 时光之吻 就是这枚戒指的主题 我不需要别人的赞美与欣赏 只对你一个人的发布会 就够了 很美啊 你不会是想要把它 送给我吧 你会接受吗 以你对我的了解 你觉得我会接受吗 你和林医生已经结束了 你现在可以考虑我了 这枚戒指我为你们做 全世界独一无二 孟严 我会珍惜你 守护你陪伴你 我不会再让你伤心难过了 就能好好在交代 我去交代 你不想要 你会想要 自己去交代 你不想要 因此一个人 我再担心 你不想要 你会想要 总需要一段时间 才能治愈一道伤口 也许过段时间 我能够释怀 能够重新开始 等那个时候 再来考虑这件事情吧 好吗 对了 我们新闻网站 想跟你们爱地儿珠宝 有广告业务上的合作 你能不破坏我们这会儿的气氛吗 蒋孟严 我在跟你求爱呢 你非得要这会儿上来跟我谈工作 这是我们老板给我的任务 好 那你的老板有没有告诉你 为了搞定广告客户 要不择一切手段 甚至要四诱啊 你走吧